媽媽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熊哥 來 復刻一下八年前 2015年安利盃開幕典禮 Simon Show其中一個藝術球 兩顆球都進 那這次難度比較高 障礙是三角看 光陰事件一轉眼八年 看老肥仔功力還在不在 功力還在 這個球難度比較高的原因是 我八年前是六顆球 所以障礙比較低 那這次障礙比較高的話 你太快轉的話會撞到胎 然後你要繞過它之後 還要有動力往前旋轉 往前轉動的力量 結果沒想到八年後 這個比較難的 翻三越離加罐球 翻帶還可以成功 好 那就繼續打球 希望能夠繼續打 還可以打到八十歲 九十歲都還能夠打球 好 撞球是非常好的一個運動 撞球無講解 撞球無連歲 撞球是絕對有益身心的一項 非常棒的運動 你可以一個人 可以兩個人 三個人 四個人都可以祈達 所以這個人只要活在世界上 一定要有運動 要有活動 撞球是非常棒的一項 休學運動態勢 競技運動 好 今天感謝大家 有你們的加持 我才能夠成功 好 一樣 保重 平安 我才能夠成功 請按讚 按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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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見 拜拜 拜拜